这个独居美女竟然喜欢 收集男士内裤和皮鞋 每次出门上班前 都会将其摆放整齐 营造出家里有男人的假象 然而她不知道的是 其实她的床底就藏着一个男人 每天早上醒来 小美都会觉得头晕乏力全身酸痛 家里的牛奶有时会离奇变少 马桶盖有时被莫名掀开 门口锁盖也经常被打开 上面还有按压密码的痕迹 谨慎的小美更换了密码 可奇怪的事情还是发生了 这晚小美下班回来后 刚准备躺下休息 却听到门外有人在按压密码 她缓缓走过去查看 门把手突然开始疯狂转动 小美害怕得大气都不敢喘 等外面渐渐安静下来后 她撞着胆子打开门 却发现走廊上空无一人 警察赶来后却安慰她没事 可能只是喝醉的邻居走错门了 表示这种情况无法立案调查 没办法小美只好回去躺下休息 可就在她睡着后不久 一个男人竟然从床下爬了出来 她用迷药捂住小美将她迷晕 接着就在卫生间刷牙洗澡 仿佛在自己家一样 最后还不忘将痕迹清理干净 然后全身赤裸爬上床 搂着小美沉沉睡去 好像一对亲密无间的爱人 第二天男人早已不见踪迹 起床后的小美感觉头晕乏力 她还以为是自己最近劳累过度 也就没当一回事 来到公司上班 却遭遇变态客户二狗 她表示自己是小美的邻居 想要请她喝杯咖啡 但被小美一口拒绝 二狗觉得很没面子 于是开口辱骂 幸亏科长及时赶到 让保安赶走了她 可二狗贼心不死 居然在公司楼下蹲点 这时科长开车路过 再次帮小美赶走了二狗 为了安全起见 科长开车将小美送回了家 可回家后却发现家里没电 这时门外突然响起敲门声 吓得小美一个机灵 她颤巍巍地看向猫眼 发现门外竟然是科长 原来是刚才小美的钱包忘拿了 科长发现后给她送了上来 她还帮小美修好了电闸 接着又去上了个洗手间 可小美这时突然意识到不对劲 科长是怎么知道 自己住在哪个房间的 还没等科长反应过来 小美就吓得赶紧跑出了房间 不一会儿她带着警察回来 可警察一打开门 却发现科长已经被人勒死 独居美女因为收藏男士用体 被警方当成杀人犯 小美被带到警局调查 警察告诉她科长是被人勒死的 血液中还检查出迷药成分 于是判定这是一起 蓄谋已久的谋杀案 而小美就是最大的嫌疑人 她报警就是为了掩人耳目洗脱嫌疑 没办法韩国警方的脑洞就是这么大 但没有证据警方也只能作罢 回家后的小美准备收拾东西搬家 却在桌子底下找到一把钥匙 竟然是同一单元楼的钥匙 于是小美挨个房间尝试 就在她试到楼上对应的房间时 第一声房门竟然打开了 她进去房间查看 迎面扑来陈旧的气味 房间内也布满了灰尘 一看就是很久没人居住 通过屋子内的陈设门看出 房子的主人是一名女性 小美在桌上发现一张银行卡 开户行正是闺蜜工作的地方 于是就托闺蜜帮忙 调取了近期的消费记录 发现她每周六下午一点 都会到便利店消费固定金额 接着两人就来到便利店蹲守 没一会儿终于给她找到了目标 于是一路跟了上去 却在岔路口跟丢了 没办法两人只能分开行动 小美意外找到一户院子 她悄悄进入查看 可房门紧闭 小美犹豫了一下就要离开 却突然想起自己家的密码 于是上前输入密码 没想到门竟然开了 她进入房间查看 眼前的一幕让她惊呆了 只见一个女人双手被绑 手上还打着吊针 更可怕的是双脚竟然被锯断了 也不知道现在是死是活 缓过神来的小美准备报警 可就在这时凶手回来了 吓得小美急忙躲进床底 进入房间后 凶手开始自言自语 接着缓缓将麻醉药注射进女人体内 原来躺在床上的女人 才是他们刚才寻找的目标 趁着凶手没注意 小美赶紧爬出床底藏了起来 而凶手这时拿出锯子 竟然准备锯断女人的胳膊 小美这下彻底被吓傻了 她赶紧往门外逃去 可手机这时突然响了 吓得小美拼了命地往外跑 可这里地形复杂 她一下子根本找不着出口 只能躲进一个仓库里 可下一秒 女人吓得无法动她 关键时刻闺蜜赶到 可一两下就被凶手打倒在地 恰巧警车路过 这才让两人逃过一劫 随后警察展开调查 在女人的包里发现了二狗的指纹 接着迅速逮捕了她 可她坚决否认自己是杀人凶手 而警方也没有直接证据 于是也只能将二狗放了 独居美女给房间上了三道锁 竟然是为了在床底私藏男人 小美回到住处后赶紧退了房 她把钥匙还给了物业小哥 然后搬到了别的地方 还在房间里安装了摄像头 第二天二狗找到小美原来的住处 得知小美搬家后竟然假装成她表哥 从物业小哥那顺利拿到新住处的地址 搬了新家的小美却浑然不知 可晚上她收到一个匿名快递 里边正是之前落在凶手家的手机 都是小美熟睡时的照片 紧接着就是闺蜜打来视频电话 小美接通后却发现 视频里是一个男人的身影 她偷偷藏进了厕所 接着闺蜜回到家里 这下把小美急坏了 于是小美急忙赶往闺蜜家里 而这时视频里男人竟然 准备开始锯下闺蜜的腿 小美来不及多想 抄起灭火器就要砸门 却突然被人抓住 小美一看竟然是二狗 她掐住小美的脖子 大骂她不时抬举 幸好警察及时赶到 制止了这一切 索性闺蜜也并无大碍 看着病床上的闺蜜 小美感到十分内疚 闺蜜却安慰她不要自责 接着来到便利店 想给闺蜜买点东西 这时一个男人过来和她打招呼 正是之前住处的物业小哥 两人聊了几句就分开了 晚上小美刚回到家里 警察就打来电话 告诉二狗竟然被人杀害了 凶手肯定另有奇人 听到消息后的小美呆住了 于是下意识打开监控查看 竟然看到那个物业小哥 来过她的房间 更恐怖的是 她接着躲进了床底 之后一直就没出来过 这就意味着现在 小美睁开眼睛 此时凶手正从后面抱着她 小美想挣扎着爬起来 凶手却告诉她 刚给她打了麻醉药 听到这的小美 只感到一阵绝望 看着眼前不停痛哭的小美 凶手却深情地安慰她 突然小美咬住她的耳朵 拿起麻醉针就插进了她的手里 接着拖着虚弱的身体 赶紧往外跑 而凶手也拿着斧头追了过来 她要砍掉小美的手作为惩罚 挣扎间撞到了一旁的衣柜 凶手的手掌正好被定住 两人都被关了进去 他们在衣柜里不断撕打 危急关头小美爆发惊人的力量 她用力把凶手的脑袋向上一推 正好撞到了钉子 这下小美终于得救 几个月后小美的生活渐渐回归平静 可她还是会不时看向床底 电影《门锁》告诉广大独军女性 在外一定要保护好自己 门锁密码要记得及时更改 遇到危险时要记得向警察求救 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到这了 喜欢的朋友还请点赞支持一下 我们下期再见